可以嗎? 今天是半月版司令 好 你知道我現在在直播室每天都聞到酒精味 全都消毒了 喝兩瓶噴噴噴 對 非常安全 我們在手指都損失了酒精 來到今天星期一的高手登場 我剛才說過了 今天有物理治療師Eddie在這裡 Eddie你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新年大物的水泥好像沒見過你 對 和大家擺電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最重要 各位Elly也教了大家很多的伸展活動 我希望大家真的為了我們 經常都說 跟別人說的祝賀語的時候都是身體健康的 但如果我們不去醫照專門人士 教我們做這些活動的時候 怎樣人家身體健康呢 從這個飲食啊運動的話 我們都需要加緊去做得好一點 Ally今天我們會講一下關於膝頭哥 是嗎 我連膝頭哥都帶來了 哈哈 好 我們首先讓大家 如果你從來沒有開我FAN page的話 你可以打Janny Hong Hong Jane就會見到 今天Ally就帶了膝頭哥來了 今天讓我們去了解一下 究竟我們人體的骨格 究竟構造是怎樣的 所以這個膝頭哥又怎樣了 Ally和我們介紹一下 我先講一下膝頭哥是怎樣的 膝頭哥其實是由三塊骨組成的 有我們的骨骨 即是我們的大腿骨 然後我們的腥骨 然後我們的菠蘿蓋 就是三塊骨去形成膝頭哥的關節 今天其實最主要我想講解半月板撕裂的 一個很普遍的問題 即是半月板很容易撕裂 是 如果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就會撕裂 即是你見過所有的病人 大部份都是半月板撕裂 其中不是 年紀是介乎在哪裏 年紀的話其實是有婚人 因為年紀大的人也會有半月板撕裂的情況出現 因為它隨著我們年紀增長 那個半月板其實是一個軟組織 因為它受磨擦 磨得太厲害的時候 它會開始變弱變薄 越大的時候 那個半月板受損 容易撕裂的情況也是比較大 另外有一組人就是那些運動員 運動員可能是比較年輕的 但因為它去做那樣運動 譬如它打籃球 打排球 它那些跳動 還有落地的時候 它可能會扭動到膝頭 而令到它那個半月板 有撕裂的情況出現 現在你在各個鏡頭面前 哪一塊是半月板 黃色這一塊 我們看看 半月板其實是藍色這一塊 OK 其實我們每一首膝頭歌 就有一對的半月板 有分內側和外側兩個半月板 半月板其實是一些彈性 一些膠質 C形狀的盆瘡物體 它就是好像電著我們的關節 去承受我們膝頭關節的負荷 以及去吸收一些震動力 其實也可以減少我們骨與骨之間的磨擦 令到我們膝頭關節的磨擦 機會是減低了 因為它是一個互電的物體 那現在這一塊 藍色這一塊 如果大家在鏡頭面前 看到中間的位置是藍色 如果你是看不到的話 其實我就用 身邊可能有人駕駛車在聽著 總之在膝頭的屋子 波羅蓋這樣過 就正在中間的位置 我可以這樣形容 這個關節的中間位 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間 關節有兩個cushion 那兩個cushion就是半月板 這個就是半月板 是的 就是藍色的 藍色的 OK 如果有看Facebook的觀眾 這一張紙其實放大了我們的半月板 你看到兩個c字頭的物體 在膝頭的中間墊著的就是我們的半月板 所以那個半月板如果受到它震盪或者拉扯 它就會有事出現的了會撕裂的了 所以震盪是其中一個 或者是轉 轉 扭轉 譬如我們站在身上 膝頭的這個 但其實我站在身上很難扭轉 不會的 你的轉身 轉身 哦 OK 由一個位置 搬去另一個位置 轉 就是pivoting 是的 其實你的雙腳是沒有離開的 是的 不過你的身體去轉 扭動的時候 其實是扭動 它已經在扭動 扭動著 只不過我們自己感覺不到 是的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說去打籃球 他可能殺球 突然轉一轉那個位置 一殺一轉那個位置 就可能會令到他扭 然後就撕開了 嗯嗯 是的 又或者有些人可能 他勞動的 勞動性的 可能經常都要蹲下 蹲到很盡 然後起來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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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拿重東西的話 那它因為那個壓力 令到膝頭的負荷太大 而損害到那個半月板 令到它撕裂的 那就是說呢 你剛才說很多的人士 都會有這樣的動作 我第一個想起是什麼 譬如我們雖然現在說冬天 到夏天那個人是做圓繼的 那個時候蹲在那裡 起身 蹲在那裡起身 然後就拿一桶泥 那一袋泥汁 多重的 是的 或者拿一些 總之是做圓繼的 做苦工 做苦工 突然之間蹲下很深的 有做苦工的話 再加上一搓 這樣就真的會撕裂了 就會撕裂了 是的 就算你說做裝生的工人 或者做事的人士都會容易的 他一不留神就很容易會的 因為尤其是他們可能有時候 貪方便 不會說 將對腳轉轉轉轉 轉身去拿他們重的東西 他可能就是這樣扭動了膝頭 去拿一些重的東西 搬上來 蹲下拿上來 又扭動的話 就真的會撕裂了 以你自己的觀察 究竟這個半月版師 你是男性多還是女性多 其實沒有分 因為看看她做什麼行業 是的 最主要其實上年多的女士 都是幾多人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因為她的軟腳質變得薄弱了 但會不會和這個退化有關係 都有關係 是的 因為退化的時候 軟腳質就開始薄了 就開始容易蝕了 然後就很容易會有私隱的情況出現 那如果這樣算 以你這麼專業的物理治療師 我們用什麼方法保護你的手指 除了你說 我們不要 即是我們上次節目裡面都介紹過 除了我們那個叫做追奸突出 大家還記得Elly說的什麼 我很記得 我很記住她這句說話 你千萬不要整個彎腰 突然間彎腰坐得重夜 你起來了 那個追奸突出就很容易發生 那等於一樣 這個也是一樣 其實這個膝蓋最主要就是 避免一些扭動的動作 扭動動作 會不會這麼害怕 我突然間蹲下了很久 會不會有事呢 所以做了這些運動 其實是可以保護著你的關節的 我只是蹲下起來 看著球運而已 哈哈哈哈 我都沒有感覺到 那個半月板有事 其實這個膝蓋 剛剛說半月板 會最多出現問題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部位 是容易 做錯的動作會扭傷的呢 會的 不過呢 比較容易都是半月板 因為其實有印帶的 這幾條旁邊的 我們膝蓋的兩邊有兩條印帶 然後裡面 穿過的那個教位 也有兩條交叉的印帶 這些印帶都可以受傷的 但是這些印帶 通常運動員會比較容易受到損傷 因為他們做的那些運動 可能比較劇烈 會容易扭傷他們的膝蓋 而令到他們的印帶被抽傷 拉傷 又或者是有些人滑雪 滑雪 你穿的那對skis 那你有時候可能 skis 發生了一些意外 卡住了skis 然後你的腳脈轉動 扭動了 這些就會傷的了 除了半月板 還有這些印帶也會傷 我相信 聽到印帶會撕裂的話 通常都是運動員 因為實際太多的運動 都會跟我們腳步有關係 是嗎 你說打籃球 或者什麼的運動都會 除非有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可能他跌傷了 那就可能會 印帶也受傷 又或者可能那個人 又發生車禍意外 在車禍中被他撞到 那個印帶傷了 而且加上半月板撕裂 都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我又再問進一步 因為我們經常鼓勵大家去做運動 我不知道大家在家 譬如你去踩踩踩踩踩 或者踩單車 或者給錢去做健身 各類的一些 譬如男士一些的舉重 或者各類的 在健身那類的東西 能否容易去傷到我們膝蓋 剛才你所講的 譬如印帶 印帶和半月板 如果你是做一些很深入的 蕃蕃的伸展 有可能會弄上去 譬如有些人 你會看見他好像舉很重的 重的 collections 整個 就是啞鈴那些 啞鈴那些 但是很大塊那些 那些捏大隻那些 那他就會在地上 嘗試很重 一起拉起 還有有些會是先蹲低 然後再拉起那些 就真的會容易弄傷 所以我們做健身的時候 我們都要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沒錯 現在我們說了有什麼問題出現 但會否容易去治療呢? 看看它是哪一個部位 因為其實那個半月板 就有外邊和入面的 外邊就比較多血液 去供應它的範圍 但如果是裡面的話 其實血液去不了 例如我現在這裡有個圖 會比較清楚一點 你們可以看到 它外邊的紅色這個區 就有很多血液 但是裡面的白色這個區 就沒有血液 如果傷了白色的區 其實是很難好 因為它不夠血液 去供應它 去讓它痊癒 如果是紅區的話 一些保守的治療方法 例如物理治療 也可以幫助它傳遇 而且要看它撕裂的情況 是有多大範圍的 因為撕裂其實分開兩種 可以是簡單 可以是複雜的 簡單的話 可能是一條裂痕 可以是直 或者是橫 或者是斜 也可以 但如果複雜的話 它可能是有一塊 半月板的痣癢 脫了出來 是崩了的 崩了的情況下 它是不能黏起來 除非是做手術 所以要看它那個範圍是多大 還有撕裂的情況是怎樣 是簡單還是複雜 剛剛你所說的這件事 很明顯地 譬如我會痛的 會傷了 就去醫生看物理治療 或者要做手術 我就是普通一個朋友 我認識身邊 大部分一些上了年紀的女人 都說上不了樓梯 就說膝蓋疼痛的 我很想Annie解釋一下這件事 膝蓋疼痛 經常都說膝蓋疼痛 我上不了樓梯 是甚麼原因 是哪裏痛呢 實際上 它未必是半月板出了事 因為 看看它是 它上年紀 它有可能 只不過是有退化症 退化症 就是 骨與骨之間的 架位 開始變窄了 其實半月板是蝕了 未必有撕裂的情況 只不過是窄了 即是薄了 變了它那個 即是它是會蝕的 它會蝕的 是的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軟組織 如果磨擦得多的時候 久了 退化 就會開始蝕了 你看到這些是會扁了 變了它那個 骨與骨之間的胸隙 紮了的時候 骨與骨的磨擦就大了 磨擦得越多的話 就會越痛 因為磨擦得多的時候 就會開始產生發炎的症狀 就會開始紅 腫 痛 甚至乎是 因為它開始覺得 沒有力了 上樓梯好像 都不是很 很 是很冤 很冤 沒有什麼力 好像想跪低跪低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這方面有沒有補救 這方面其實如果退化的時候 一定補救方法 是做運動去維持著它原有的那個Stage 就是不要讓它越來越壞下去 因為到目前來說 退化是不能反過來的 只可以減慢它的速度 讓它沒有那麼快 越來越差下去 你剛才說 你說還要做多些運動 它已經在痛 一年了 當然 我好想 它們是做到的 是一些很簡單的運動 初初如果痛的時候 就不會硬要去說 你一定要做一些強健運動 初初它通常都是叫它 你快點止了炎症 是 消炎 止痛 等那個腫的程度 退了 那慢慢 我們就會教它一些很簡單的運動 去將它的功能 保護著它 還有將它的肌肉強化 再去保護著它的價位 但是我又問你們的意見 正如我所說 相信很多人的朋友都關注一下 如果我初期覺得 是的 我開始覺得痛 痠 痠 想跪下的時候 是不是停止上樓梯這個動作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 因為現時真的 人口又老化了 我開始有很多的朋友 要搬上樓了 每個人都是這個話題的 很普遍 就是說因為走不了樓梯 現在甚至有些新的樓宇 那個設計 在一個主樓 在主樓有房 甚至當然有升降機 你要給錢 例如坐升降機 兩層三層那些 就放升降機 但是這個當然是一個切衝的方法 但是萬一我沒有錢 我整個升降機在家裡 很誇張的 其實我們應該怎樣做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就不應該完全不去 用膝頭 完全不想下樓梯 其實是錯的 OK 因為你越不用它 它就會越來越壞下去 越來越硬 越來越差下去 其實有開始有這個症狀的時候 我們是會 一開始就是 將那個症狀 控制住了之後 然後再鼓勵那個患者 是慢慢慢慢去移動 因為你越不移動 其實是會越來越差 你反而不移動就越來越差 對 只不過你不要移動得太誇張 不要說突然之間去賽跑 去浸泡 去浸泡 用得太厲害 但是一些比較適量的動作 其實是需要的 因為你完全不動的話 好像機器 不用就會壞 就是這樣的概念 對 當然你痛的時候 當然是有炎症才會痛 首先第一步就是 控制住 對 先控制消息炎 然後做一些比較緩慢的動作 拉伸 拉伸 緩慢 然後才慢慢增加肌肉的強化能力 所以如果你家裡 譬如有30級的樓梯 你就會換一些 有10級就已經上樓上那些 OK的 對不對 不是 你由主樓到床的樓梯是最短的 是不是 樓梯是 是嗎 是短一點的 是 我沒有留意 我以為差不多 沒有 哪有這麼長 你到床的樓梯沒有這麼長 如果說真的 真的要搬到到主樓梯那些 其實真的很嚴重 有些婆婆公公那些 真的嚴重到要做手術那些 醫生或者醫院那裡 才會建議她由上面那層搬到 底下的床 因為她們真的要去做手術 真的壞到這樣的樣子 就是要磨損到這樣的情況 才會 真的行不到 現在換教的手術其實很普遍 有很多都說 膝蓋要換教 要不就 坐骨教要換教 因為其實磨損得太厲害 她們太痛 令到她們日常的生活都有影響 的時候 真的沒有辦法 既然要做手術 那麼痛 真的要搬到樓梯 不可以再上樓梯 當然大家就不用太擔心 現在醫學科技這麼高 所以 其實我們現在的人體裡面 可能腳要放這塊板 快安靈 那塊板 我們聽聽新聞報道回來 我們繼續說一下 關於膝蓋怎樣去保護 之外 當然Elly每次上來都會教我們做一些運動 或者伸展動作 去針對某一個部位 所以當然Elly這次是說一下我們怎樣做膝蓋的運動 是 Elly很好 已經戴上了膝蓋 我們叫膝蓋 戴上膝蓋 瑜伽 瑜伽 這次要在膝蓋 坐和睡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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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又準備一下 大家可以在我Fanpage裡面 如果帶些什麼問題 關於膝蓋也好 或者其他的問題想問Elly 都在留言裡問 好嗎 我們聽聽新聞報道回來 我們就跟Elly做一下動作 有什麼問題想問 各位 各位 你是不是一陣間整個動作都是躺在那裡的 嗯 兩個是 那你先做那個不是躺在那裡 好 OK 你一陣間不躺在那些都要站在那裡做 坐在那裡做 站在那裡做 但可能再躺在那些會順序 OK OK 那你回到那裡 Anyway我會一陣間設個咪給你 因為盡序少少 是啊 Johnny幫你設 嗯 嗯 有電啊 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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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這樣的 你放在那裡 你放在那裡 那個後褲那裡 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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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現在呢 從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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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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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的證據 不是那麼足夠 還有 他吃 你還是要連續吃 大概三年以上 才說 可能會看到 有些 反應 吃三年才有反應 是 其實他那個研究的 那個 具例 其實不是那麼足夠 但是 醫生通常都會開這兩種藥嗎 醫生其實不需要開 因為它是補充 哦 它是補充 其實不需要醫生指 普通你這樣出去 通常都可以買到 哦 ok 是的 是的 Esta 我幫你問一下 那有沒有其他 的薯片比較好 哈哈 好像問錯人了 好像應該問 蘇珊 對 下次再問蘇珊 不要踩過界 哈哈哈 從薯片來說 嗯 現在還是難一點 嗯 但是人們還是吃過兩隻 要吃三年以上才知道 吃三年以上 對 要連續性 不要吃一下 停一下 我現在這裡 肩膀 肩膀呢 我覺得我嚴重了 我現在睡覺呢 睡覺 我側來這邊呢 痛 是痛的 舉不舉動 所以我現在睡這邊呢 嗯 我經常都要睡這邊 另外這邊呢 我摘這裡呢 我就痛了 舉不舉到手 舉到啊 舉手會不會痛呢 嗯 就是不會像這隻 一下子就舉到 還有一些阻礙了 有 就是有一點點這裡 阻礙了 你去不到後 我看到你已經頂住了 已經 伸不伸對後 扣胸的動作 是否這樣 還仍然可以帶痛的 就是少少輕微呢 這裏開始有少少痛的 可能有少少 這裏 這裏我沒事的 我這裏呢 開始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你介意我 我按一下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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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否痛的 剛才是痛的 是嗎 痛的 可能有少少 少少肩周炎 肩周炎 肩周炎 有條筋發 是啊 是啊 那要怎樣 這個左肩膀 傾前 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問題 給右邊來看的話 左邊傾前一點 哪裡傾前了 我的肩膀 是啊 你有沒有試過拿重東西 用左手拉一拉傷過去 以前 忘記了 忘記了 是啊 做那麼多事情 因為有可能是以前 遺留下來的 一些後遺症 是啊 你看一下 你還記得以前有沒有 或者拉過東西 抽傷的東西 我經常拉拉抽抽的 就有可能會弄傷 那條筋 那條筋現在可能就 就有發炎了 以前遺留下來的後遺症 令到你有少少肩周炎的症狀 那要怎樣 要去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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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消炎藥嗎 對 消炎藥 消炎藥不太用的 你要給我攪拌 給他攪拌 OK 要不要來自療師 攪拌 不是 我是覺得最近嚴重了 是嗎 是 是 ok 有什麼動作可以代替 這個是什麼字? 做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字? 有什麼動作可以代替做lunch lunch是什麼? lunch是一前一後的雜碼 我雜碼叫lunch 前後雜碼 前後雜碼 有什麼動作可以代替前後雜碼 那動作主要是做什麼? 其實是在強化大腿的四頭肌 和臀部的肌肉 其實你可以做 mini squat 這樣會比較 安全一點 如果膝蓋已經有事 膝蓋沒事的話 做這個 大 一致的 squat 其實還可以 嗯 這個 它不會看得到的 它看不到 它看不到的 那算了 這個 這個 薑黃素是否可以 releave joint pain 長期食用和消炎 這個問題 關於這個 supplement 好嗎 me too same problem Evelyn說 哪個problem 膝蓋 膝蓋 請問兩腳 內側後方半月板 撕裂 要有什麼可以做和食 內側的半月板撕裂 一會兒會教你 一會兒會教 食就不會教的了 教大家做新鮮活動 我都有肩膊的問題 但是我在右邊 我在左邊 可否好得回 可否好得回 嗯 要看一看 因為我都要 看看它有什麼問題 Molly 不是 她說內側 蛤 Molly問內側的問題 她說會不會好得回 嗯 要看看撕裂的地方在哪裡 還有撕裂的情況有多大 如果那個撕裂的情況在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紅區和白區 白區裡面的話 好回的機會率就低 而且如果崩了的話 好回的機會率也低 好我現在準備一下 我已經拔了咪 因為待會你用這個咪 所以我就不用用這個咪 行 OK 因為要準備了 是 是不是 落地落 兩個東西給你選 你可以用這個 和他的對話 你可以坐在旁邊 是用這支咪和他講話 可以嗎 我先拔了這個咪 嗯 幾十萬個咪 喂 現在要 喔 即是你先 我在這裡講話 是 但你就沒有出鏡了 沒有問題 那就可以對話了 你們 好啊 你想不想我拿 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 如果我在這裡講話 我可以入了節目 我可以過來的 不用 OK 我方便一點 是不是 OK 我方便 我知道有哪些東西要拍的 你沒有那麼方便 我知道我明白的 哈哈 那你幫我開這支咪 吧 2020年 是根本子鼠聯 很清楚 看看Elly 今天很好 帶齊這個Yoga Mat 可以幫他們 請及早跟隨自己的留言 運動 那等一下Elly 會介紹這個 這個 這個 是做什麼運動 首先 我們會做一個強化 大腿四頭肌的運動 最主要是這個肌肉 OK 有人問嗎 沒有做劇烈運動半年 什麼時候會好啊 沒有做劇烈運動半年 什麼問題 沒有做劇烈運動半年 什麼問題 沒有做劇烈運動半年 就是剛才Molly問 你剛才問什麼呢 問內側半月板那個 那個 我都要知道 那個半月板 才是情況多大 是啊 Tammy 你上做輕微跳躍活動可以嗎 會不會傷膝蓋 輕微的跳躍是可以的 不要說泰國契念的跳躍 OK 還有看一個輕微的跳躍 是輕微的跳躍 千萬不要拍到我 這個 我現在已經蹲在那裡 一會兒起床見頭暈了 哈哈哈哈 不是 我一會兒起床 有我的麥克風在那裡 打側嗎 打側嗎 打側我沒有我的麥克風的了 我沒有麥克風 我沒有麥克風 你過來 你過來 不如我拿回 Alle 不是Alle這樣 我打針 OK 我打針 對 這樣 是啊 這樣 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OK 這樣好嗎 OK 我現在 我現在在鏡頭面前 Alle 已經坐在那塊的 Yogurt Mat 開始教大家 做強健膝蓋的運動 我盡量 Alle自己介紹 我盡量 要關顧一些 不是在看視頻的朋友 去清楚他們 究竟是怎樣做 如果大家想重溫 最好看著Alle做 所以你可以放工回去 今晚看 Alle可以解釋一下 首先 我們第一個動作 是做一個簡單 去強化我們這個大腿四頭肌的肌肉 很簡單 你坐在瑜伽墊之後 拿一條毛巾 比較軟的毛巾 捲著它之後 就把它放在膝蓋下面 然後另外一隻腳 曲起去支撐著自己 之後我們就收緊這個肌肉 就把那條筋壓下去 那你會看到我的肌肉 是開始 收緊了 收緊了 所以已經在做這個動作 那 那 你需要不需要撐 撐著它 要 要直接壓下去 壓下去 我再做一次 壓下去 這樣就會 迫到自己的肌肉 是拔出來的 那 我再重複一次 好嗎 你將一條毛巾 厚一點 你坐在地上 你坐在膝蓋 剛剛的曲軌 然後我們伸展腳 那你已經做了肌肉拉筋的動作 是嗎 OK 壓著 伸展腳 然後肌肉已經收緊了 那就撐著它五至十秒鐘 然後就放鬆 重複這個動作 大概十次左右 就可以有強化這個大腿四頭肌的作用 這個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是躺下 躺下 直接躺下 在瑜伽電流 雙腳 一隻腳 不做那隻腳就曲起 做那隻腳就伸直 這個動作 亦都是 我們是 你等等我先 Elly 因為有聽眾說很小聲 聽不清楚 那我只要問一下 operator那邊的麥克風 是否已經是 收到 它可以大聲一點 OK 可以推大聽她的麥克風 好 Elly 現在整個人躺在那個 Match 上 然後呢 聽不聽到 聽到 然後呢 大腿是伸直的 是伸直的 是伸直的 你看到 我們是強化大腿肌肉的一項 慢慢然後抬高它 抬高到大概這麼高度 然後就Hold住它 你看到整隻腳的肌肉是動的 是收緊了 Hold住大概五至十秒鐘 然後慢慢又拿下來 放鬆 然後再重複這個動作 大概十次的 好嗎 OK 這是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都是躺下 依然躺下 這次呢 我們是強化後面 大腿後面肌肉 曲起雙腳大概九十度左右 然後呢 那個腳趾是提高 就是腳踩是落地 然後我們會收緊我們的大腿肌肉 和臀部的肌肉 然後將整個臀部提高 提高到大概 看到我們的膝頭 盆骨 和我們的肩膀 是成一條線的 就對了 大概是Hold住五至十秒 然後又是一樣慢慢地放下 然後再重複做十次的 OK Elly剛才示範了 我相信大家在聽的話 有一點難度是明白Elly說什麼的 但是呢 我就鼓勵大家去看這個視頻就可以了 現在下一個動作是 握著牆 對 這個其實呢 這個動作呢 其實是 等於一個蹲下的摘板的動作 只不過我們用牆 去支撐著自己 讓我們自己是有些東西 拖一拖 握著牆 大概一隻腳的腳位 離開牆 然後我們對腳呢 這個闊度是大概跟我們那個Hip的闊度一樣 之後呢 我們會慢慢滑下去 滑到這麼多左右 那我們在鍛鍊的是什麼呢 在鍛鍊著我們大腿肌肉 和屁股肌肉 因為你的大腿的路程托你 你不會整個 突然坐在地上 為什麼我們只是 滑到這麼低就停呢 因為如果你滑得太低的時候 其實呢 壓力是去掉膝蓋的 這樣就不對的 但是那個角度是多少呢 你現在再滑下去的話 就很低了 是的 大概滑15度 20度左右 不會太低的 怎樣可以知道自己滑得對嗎 在你自己挖牆的角度呢 如果你還看到自己的腳趾 不在你的膝蓋蓋著的話 就對了 因為如果你滑得太低的時候 膝蓋是會蓋了你的腳趾 當然是錯的 不是啊 平時的膝蓋已經看不到的了 哈哈 遮住了 遮住了 OK 這個動作做多久呢 5至10秒 5至10秒 你會感覺到肌肉在燃燃的了 然後再伸直 然後重複十次這樣 OK 這個就是一個 mini squat的 exercise 就是強化大腿和屁股位 是 我想問你 Eddie 每次我們做這個伸展活動的時候呢 其實最好什麼時間做呢 有沒有分的 比如早上啊 比如晚上睡覺之前啊 會不會有些影響的呢 只要早上做一次就最好 跟著 通常我就會大約叫大家做兩次 那只早上或者是吃完下午 未到吃這個晚上 之前再做一次就更好 OK 好了 那麼這個埋場第一個動作 有第二個動作 然後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要強化小腿肌肉 好嗎 強化小腿 剛才是大腿 現在就是小腿 現在是小腿 OK 那雙腳又分開一點點 跟那個盆骨位那個闊度差不多 然後你可以用牆去支撐著自己 如果自己那個平衡力不是那麼好的話 然後就是那個腳肘 空著幾面 然後慢慢摸回來 再上 再落 重複十次 那就會強化到我們的閃腿了 那這個很容易做的 就是做大腿 5秒幾秒 比如做得多少就多少 然後就做這個 就做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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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完成了這個伸展活動 兩個是不是 做了我們 做了五個 我們做了一共 五個 OK 那我們聽聽話話回來 我們再繼續講講關於這個膝蓋 好嗎 好 多謝Elly 大家 真的要 好好地去學 去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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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聲 不知道是否剛才出不到街 還是怎樣 應該有 剛才他們說有 有 剛才聽得不清楚 還有兩格 這麼多 一半電 不要緊要 如果剛才小聲的話 你盡量跟它的動作去做 沒有 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個是怎樣 要不要我再解釋多次 不用了 不用 我們之後有沒有一個治療方法 你想說什麼 治療方法 治療方法 其實好像說了 我們剛才說 有什麼補充 現在還有大約八分鐘 八分鐘 剛才的麥克風是否收不到 不是 是你的手機聽不到 我那裡已經爆了 三機是聽到的 是我的 但我的已經很近了 那麼遠 你後面不是走過來嗎 我記得 我看著 沒法子 那你自己盡量聽 就是這裡聽到 這個聽到 三機聽到 你現在用回這裡 OK 因為那個手機去太遠了 OK 明白 Avelyn說聽到的 有些聽到 一路都很清楚 OK OK 可以接受 多謝你們 Thank you 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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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很清楚 放心 好 最重要是大家聽到 聽不到看到 哈哈哈哈 聽不到看到 是 OK 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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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來了 好 有什麼問題 好問 可以接受 有共情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好了 我們剛才 Avelyn示範了 五個動作 是不是五個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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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lyn 我剛才看到 網上有很多問題 想問 這個問題 我早上也很想問 Joy問 她說 我40歲 但最近坐牆 和飛機發現 膝蓋會很痛 是什麼原因 以前沒有這個問題 我相信 這個會不會成為 很多人的問題 有可能 她膝蓋裡面 因為她長時間屈住 因為妳知道 飛機坐的位置 還要看妳坐下 坐哪一個 那些位置 有些位置比較窄 那妳經常都這樣屈住 長期 沒有動的膝蓋 其實是很容易 會令到膝蓋的關節 僵硬了在某一個位置 令到妳開始有痛的情況出現 但我不會 下下起床 譬如妳半個小時之內 就起床會走走走的 特別在這裏 如果妳回 坐十幾個小時 回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 都要十幾個小時 那應該有些什麼可以舒緩到呢 就算在自己的座位 可以動動腳 譬如低高一下 轉一轉 其實轉一轉的位置 不需要一定要妳站身走路 就算妳動動一下 譬如伸展一下 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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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可以 轉一轉的位置 已經可以舒緩到 就是妳剛才動一下 就是舉一下腳 膝蓋 做一下 舉一下 是的 低一下 Eddie以前也介紹過 譬如妳的腳可以轉一下 用腳板打一圈 用血液循環好些 是的 或者伸展一下 即使妳伸展不到 因為不可能 那個位置太窄 但起碼妳可以動動一下腳 讓它曲一下 動一下 這樣就好些了 嗯 那跟這個呢 看來我們講開關於這個 當然妳是講這個 即骨 或者什麼 嗯 跟這個靜脈曲張 我剛剛上個禮拜 講這個話題 嗯 如果我們長期 剛才我也想伸延 譬如我們長期坐在飛機 屈住 我們做些動作的話 會不會都會令那些 患有靜脈曲張的人 是更加嚴重的呢 嗯 長期坐在那裡不動的話 反而會令那個靜脈曲張更加嚴重 是 反而它動動的話 因為它動動的時候 你的肌肉呢 其實是好像一個泵一樣 它在泵中的 那其實可以促進你的血液循環得好些 那反而你動它的時候呢 對那個靜脈曲張的那個患者 是有些幫助的 反而 哦 是啊 嗯 總之呢 各位我們經常說 勞選勞選這兩個字 我們長期坐在那裡不動的話 都是一個勞選來的 因為我們經常說 我們膝蓋曲著這樣 整個幾兩個小時不動哦 十幾個小時有些人是不動的 不是啦 我現在不是在說坐飛機 是平時我們生活 平時是 坐在那裡煌劇的時候 你是不是動不動啊 除非你去雪櫃拿東西吃的 去廁所也說 哈哈哈哈 那有聽眾啦 Becky就問了 她做這個 剛才你示範了 貼牆的那個強化大腿 她說 我想Becky會 就是 剛才跟著你做的 她就說她做的時候 有一點點痛 膝蓋的那個有一點點痛 那其實 要看一看她的位置 因為其實 我們做這些運動的時候 那個腿的那個方向 要很正的 你要留意一下 你自己的大腿 是不是直的 膝蓋的 是不是對正的 天花板 如果你塞在某一邊 那就可能會錯了 而會令到自己 有些痛的情況出現的了 那如果做的時候 有些什麼痛的情況出現 麻煩不要繼續做了 停止 OK 總之呢 逢你做些什麼的運動 或者伸展活動 你一有痛的話 你就不要強勁你 是嗎 嗯 因為可能有些動作 你未必知道自己是對的 還是錯的 如果強勁做的話 可能會更加傷到自己 那我想問 如果萬一撕裂了 或者沒有去理會她 不理會 痛一下 不太嚴重 有些人說 不太嚴重 會有什麼後遺症 或者更加嚴重的會發生呢 那個退化症 這個人可能會比一個 沒有受傷的人 嗯 那個退化症會比較快 再快一點 對 來找她 譬如 可能這個患者是二十多歲的時候 就有半月板施裂 但她又沒有什麼理會她 但到她可能四十多歲 就開始有這個 這個退化性的骨關節炎 來找她 如果是一個普通人來說 這個退化性骨關節炎 可能要到五十多歲 六十多歲才會影響到她 但這個人因為她之前已經受過傷 而她沒有理會她 就可能會早些有這個退化性骨關節炎 但我們現在這個 不叫做關節炎 未叫做 是 這個只不過是軟組織 是受到撕裂 受到損害 嗯 OK 那麼大家很清楚了 我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 這種的supplement 之前有個聽眾都問的 我想Elly再說一說 這個supplement 是不是 這個cucosamine 是的 cucosamine 對膝頭肝有報幫助 剛才講的時間 Elly也答了一個聽眾 其實她現在研究出來 得出的結果 是未夠有力去支持 所有的人去吃這種supplement 去幫助他們的關節 那當然 還有吃這種supplement 其實起碼要吃三年以上 才真的看到有些效果 還有到現時來說 那個理據依然不太有效力 你可以去試 但是我會不會推薦 就不 Based on 7science 來講 未夠有力去支持她 剛才Elly就解釋了 大家清楚了 我最後一個問題 就問 現在在說物理治療 當我消炎了 不會痛的時候 物理治療是用什麼方法 去將我們這個問題 會改善呢 物理治療呢 其實我們幫你做一個 詳細檢查之後 發覺如果你可能 內面或者外面那個 半月板撕裂 我們會開始 會用一些儀器去幫你消炎 止痛 控制著那個 腫脹的情況 可能會是一些超聲波治療 可能會是電療 可能會用針灸 然後呢 我們會用這個 手力伏位的方法 去幫你 鬆回一些 肌肉 一些膠位 幫你移回好那個位置 然後再安排一些 比較適合你做的運動 去維持著它 嗯 OK 那麼今天呢 多謝Elly就教了我們 讓我們 對我們的膝頭哥 去認識多一點 如何去保護他 不要讓他勞喘 不要讓他撕裂 不要讓他撕裂 做多一點的運動 其實都是 好 好 那麼今天呢 多謝你 我到下個月 第一個星期再見 好 OK 今天時間夠了 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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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膝頭哥 剛剛沒有承擁鏡為了 現在被看ità 別要看的 黃色的是肌肉 黃色的是肌來的 筋來的 筋來的 這個筋來的 這個是印帶 藍色的就是半月板 到裡面 就是這個半月板 對 就像新月形象的 有一對 內側 內側 後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膝蓋 這個膝蓋是這樣的 大家明白嗎 就是這一塊 大家要好好地做一下這個運動